恭喜在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们 你们这个600块钱的失业就已经 1200块第二笔纾困金 已经算是在路上 这个参议院肯定是愿意通过的 参议院现在但是也没有实锤嘛 现在是众议院通过 现在还要一个参议院通过 然后再到川普签一个字 这个法案就生效了 来看到具体的新闻 南希佩洛西推动了这个法案 最后呢是实施了这个法案 推批准了这项措施 这第二次2.2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主要是为一些中小型 还有这个家庭学校饭店 就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呢是有航空的公司的员工 并不是航空公司 是航空公司的员工 体重援助 他们是两档之间的 还有一些就是刺激肯定是刺激 但是钱怎么花 这两党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现在是参议院嘛 就是这个众议院 民主党所占多的席位 众议院呢是以214票 和207票 这个214票是赞成是通过了这项法案 那具体他们的是怎么样谈的 具体细节 我一会儿这个我有空会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现在先看大概的情况 民主党呢维持一项条款 该条款呢使美洲减少600块的联邦失业救济基金恢复活力 也就是说恢复了 你现在如果你在美国失业的话 你就留百块钱 跟三四月份之后一样 另外一项法案呢 像美国人发放另外一笔 这个第二轮的1200块呢 还没有确定吧 还是已经确定了 我一会儿还会好好地整理给大家 现在先给大家讲个大概啊 还有这个2250亿用于儿童的保护 就K12学校 只在防御航空公司下岗 就还有多少钱 这个航空公司他没有说给多少钱 以及只在那些餐馆的1200亿 给一些中小型的餐馆 好 以上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我后面会一条一条整理出来 给大家看这个法案 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的条款 是有哪些 谢谢大家